对面闹哄哄一堆人站在路边 怎么像包围机车大乱斗 机车上还有幼童 小孩被吓到疯狂大哭 正前方是一名红衣男 疑似挡住机车 指着鼻子大声怒骂 一旁有人环抱他的腰 却怎样都拉不走 机车上疑似一对夫妻 小孩已经被吓坏了 一直在那边 你不怕下去了 一直跟我们说 有什么骑到七路不敢吃火 原来是为了抽烟闹冲突 地点在台南安平区 一旁是一间早午餐店 原本双方都在用餐 疑似不满骑机车的男子 抽烟影响小孩 双方发生口角冲突延烧 炒刀报警 人家跟他讲一下说 不要在这边抽烟 因为烟就影响到 直接影响到他们 我又不拍谁 我看他又不接受 大过年的火气大 高雄新乐街年货大街 有人掀翻摊位 货架倒地 纸箱也歪掉 球鞋掉满地 但老板却不见了 原来杂人跟被砸的都是同行 摆摊卖球鞋 两人当过同事 后来各自创业当老板 这回年货街狭路相逢 料男先去呛瞎 徐男气不过 找人先翻摊位 双方都涉嫌恐吓 年货大街同行相继 呛瞎又先摊 末年后一起吃官司 街高雄台南 综合报道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